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 下一句话说 All this was comparatively slow until With the coming of signs, the tempo was suddenly raised 他说所有这一切相对还是比较缓慢的 包括什么会说话呀,会写字呀,有了印刷术啊 但是直到什么呢 这个until当然到居末是个时间状元从居来 中间这个with呢是一个插入语 是一个借词的一座插入语来 随着科学的到来 这个速度又进一步被提高了 尤其是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科学 这个速度突然间大幅度被提高了 这个里面我们看看 首先随着什么什么的到来 The coming,我们指某个重大东西到来 有好多词刚才举过一些 现在既然出现了 我们就重点再看一看,再多给几个 随着什么什么的到来 比如说with the coming of signs 可以 with the arrival of signs 可以 arrival跟coming一样都是到来 还有呢,the birth,什么什么的诞生 可以 with the advent,刚才讲了 用这个耶稣降临节 为重大人物事件到来 可以 或者是with the dawn of dawn 是黎明浮晓,天亮了 这个也行 或者with the genesis of signs the genesis也行 这个genesis呢,本来是一个宗教用语 就是圣经里面旧约第一章 创世纪 叫做genesis 就是上帝用七天时间 创造了天地万物 在这儿表示重大时间到来 也可以 这是表示什么什么到来 咱们写作中可以替换 下面又说了 the temple was suddenly raised 这个速度突然间被提高了 这个速度当然是知识增长的速度 有语境 这里表示 the temple of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知识增长的速度突然间被提高了 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 下一句话说 then knowledge began to be accumulated according to a systematic plan 这个于是 知识便开始按照系统性的计划 去积累起来 我们知道 知识越丰富 系统性就越重要 知识多了之后 必须分类了 咱们上小学 大家在一块学 到了高中 文科理科分开了 而到了大学本科里面 就更细致 比如说理科里的生物系 而硕士更细了 我们学的生物里边的昆虫学 而博士更细致了 可能研究昆虫某一种触角了 所以你看 知识越丰富 它系统化越重要 下面做了一个比喻 咱们看下去 看教材 他说 The trickle became a stream The stream has now become a torrent 他说 这个涓涓的细流 变成了潺潺小溪 而潺潺的小溪 又变成了滔滔的洪流 现在的情况是滔滔洪流 这个 trickle 表示很细的水流 stream 就是吸水吸流的意思 torrent 你提的声音就像滔滔洪水 那个torrent 滔滔洪流 明显这里用了一个暗语的修词 把知识的速度的变快 好像水流慢慢再增大一样 同时 它再次用两个短小的句子并在一块儿 让文章的句子长短相间粗鲁有致 那必然下面会出现比较复杂的长句 看下一句话 接着看几书 下面说 Moreover As soon as new knowledge is acquired It is now turned to practical account 此外呢 一旦新知识获得之后 这个知识马上就得到了现实的应用 知识不是停留在书板上 而是学艺之用了 我们这里面的这个account不好翻译 account是多一词 在这儿不是账户 而是应用或者利用 尤其用在下面这个固定搭配里面 叫turn something to that account 把某个东西加以某种应用 加以某种利用 这个意思 你比如说 像本文中的turn knowledge to practical account 把知识加以实践的应用 现实的应用 再比如说 再看一个例子 He turned his negotiating skills to very good account in the meeting 在会上 他把他的谈判技巧 加以非常良好的应用 把某个东西做某种应用 可以有它 这么个结构 那么这个知识获取之后 马上又得到了现实的应用 后面进一步说 咱们下一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看屏幕 他说 what is called modern civilization is not the result of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ll men's nature but of accumulated knowledge applied to practical life 这个前面第一行的黄颜色的句子 当然是what引导的一个逐语从句 就是那个被称为叫当代文明的东西 对吧 然后呢 后面是微语动词里面系动词 那么不是什么 而是什么 固定搭配用的是not but not a but b 否定前者肯定后者 那不是什么呢 并不是所有人类的本性 均衡发展的结果 咱们刚才不说了吗 人类在智力和道德 这两个方面没有什么进步 只是在积累的方面 知识的积累方面取得了大幅度的进步 对吧 但是这不是一个平衡的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在知识的积累这个方面 是脱缰的野马一样 飞快的在飞奔 每天这不是日新月异了 是分心秒意的变化 但知识飞快膨胀之后 第一 没有相应的智慧来驾驭 第二 没有相应的道德来约束 因为智力和道德没有变化呢 这知识就成为双人间了 这深度就出来了 他说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不断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 积累起来的知识的结果而已 这个bud后面这个off 那明显跟前面有并列 要不然莫名其妙怎么会出一个off呢 往前面找呗 当然这个of all men's nature并列 这个也是off a balance 整个巨大的off并列 它还是修饰这个result 这个off是跟第二行的off a balance 这个off是并列的 这不是所有人类本性平衡发展的结果 而只是不被积累起来的知识的结果而已 根据上线文 这个off是跟这个off并列的 而不是跟他并列 要不然就讲不通了 对吧 这个知识又是什么知识呢 那么在后面这个apply to practical life 那明显是后制定 过去分子到后制定 修饰前面这个知识 被运用到了现实生活之中去的 积累起来的知识的结果而已 我们整个翻译这句话 那个被称为叫当代文明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所有人类的本性 平衡发展的结果 而只不过是被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去的 被积累起来的知识的结果而已 就是这个文明不是人本身的文明 只是知识本身的积累 人本身智力和道德 跟野人原始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只是知识的积累的结果而已 这是为什么知识成为的双人间 这个谈得有深度 好 接着咱们看下一句话 看屏幕 它说 the problem now facing humanity is what is going to be done with all this knowledge 这个前面那个now facing humanity 这个带下滑线的协定字 明显是后制定于修饰前面那个problem 就是目前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是humanity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什么 什么mankind是同一词 表人类 这词表人类也是不可注明词 就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是什么呢 后面的卧定导到巨模黄一色 但是表语从巨来 这不是后面系动词吗 主系表结构吗 我们用所有这些知识 我们拿它去干嘛呢 去做 做什么来用呢 是为我们造福呢 还是为我们去遗害呢 这是这么一个结构 好 下一句话出现了本文中的重点了 咱们再接着看屏幕 前面s引导的 在斗号之前呢 大家可能迅速能判断了 这是什么重句 当然是s引导的一个 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我们的s表示正如 它有可能引导状语重句 有可能引导定义重句 有可能引导 状语重句里面 又有方式状语重句 比较状语重句 都有可能 但是s引导状语重句的时候呢 它在重句里是不充当成分的 但是s引导定义重句的时候呢 它在重句里面 又充当主语啊 或者宾语啊 这样的作用 你看这个s 在这个黄烟寺重句里面 充当重句中的主语吧 因为后面紧跟飞于动词了 而你们知道s引导的 非限定性的定义重句 它可以放在锯首 其他定义重句做不到 而且呢 这个时候s修饰的一定是整个主句 而不是某一个先行词 你看这句子 知识是一柄双刃剑 可以用在上个两个方面 这个事不是如此经常被指出的吗 非常标准的定义重句 然后呢 knowledge is a two-edged weapon 这是整个句的主句了 知识是一个双刃的武器 就双刃剑了 后面这个定义重句 which can be used equally for good evil 修饰前面的双刃剑 它可以平等地用在上个两个方面的 这么一柄双刃剑 是这么一个文法结构 这里面我们看看前面那个 as is so often pointed out 这个固定搭配 正如人们经常被指出的 这里面用的我们是非线的写读重句 但有的同学也会这么写 图文法也是正确的 it is so often pointed out that 如此经常被指出 什么什么什么 这么写也是正确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把前面这个it呢 变成一个形式上的主语 后面这个that重句呢 就变成主语重句了 这个是如此经常变成的 哪个事呢 后面加主语重句 这个表达也是正确的 也是正确的 但是它这个效果呢 就不如本文中更突出后面那个知识是双刃剑 为什么呢 因为知识是双刃剑在这个句子里面 它跑到主语重句里面起来 而这个it is so often pointed out 变成主句了 所以它就不如在课文中的句子突出 知识是双刃剑这个核心话题 因为课文中知识是双刃剑 就用在主句中的 但是这么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永恒这么写 as it is also often pointed out that 这乱套了 你这到底哪个是主句吗 这是重句这是重句 这就乱套了 注意这个别把它写错 所以呢 你看本文中是正确的 as it so often pointed out not it to everything b 第三正确中间这个错误 而且第三个在本文中呢 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is去掉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18课海豚内部中讲过 as引导的非限制性对应重句 如果它后面紧跟了一个必动词 那么后面必动词呢 也可以把它省略 不省略当然也是正确 这是可以省略的 省略之后就变成as so often pointed out 必动词把它去掉也行 这是18课知识复兴 如果忘记回去把视频再看一看 我们再看看一个句子 比如说我们说一句话 我说这个据报道 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一次正式友好访问 正式友好访问 咱们在第六课讲过 叫做official goodwill visit 对吧 那么我们先用这个形式主语加主义从举试试试看 it is reported that 这是被报道的 我们加主义从举 Chinese President 习近平 will pay an official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当然这是正式访问 而正式友好访问呢 再加official goodwill visit 咱们第六课讲过 正式访问叫official visit就好了 这是本文中用的是主语从举这个形式 如果我们要是用本文中的非限制性主语从举 后面加主句 那么变成as is reported 后面再写主句 Chinese President 习近平 will pay an official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时候后面这个is也可以去掉 去掉之后变成as reported 这个结构也是正确的 好 再看本文中后说 知识是一柄双刃剑 双刃剑这个我们在20个蛇读中 咱们刚刚见过 再复习一遍就好了 这个two-edged 可以换成double-edged 这个weapon也能换成剑这个词 怎么读来的 读成sword 或者英文读成sword 不要读sword sword 都不对 读成sword 或美国人都是sword w is silent 这个w不发音的 双刃剑 双刃剑 可以用在善恶两个方面 你像fame can be a double-edged sword 就是名声可能会成为一名双刃剑 名声能造就一个人 他也能毁掉一个人 这是双刃剑 那么它可以用在 平等地用在善恶两个方面 看本文中的定义从句 大家注意这个 which can be used equally for good or evil 注意good和evil 这两个词在这 不再是形容词了 它都是不可守名词 否则你要是形容词的话 你就放在这词后门 for后门 就讲不通了嘛 good和evil 经常并列使用 就是我们常说的善和恶 你看经常用 a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一场善恶之间的一场战斗 这个good和evil 注意经常连用 两个不可守名词 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善恶 就好了 本文中的意思也就是 知识为人类造福的同时 给人类本身又构成了灾难 咱们要用英语写呢 是不是可以这么写 knowledge benefits mankind and at the same time 为某人带了好处嘛 欲从事怎么样 poses a threat to it 或者constitute a man to it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的这个构成了灾难 还记得吗 固定搭配 跟我们加这次to 但是前面用的是mankind 后面应该加it 如果前面用man 后面就得换成to him 用he的冰格就好了 把这个弄起了 好 这谈到知识是一笔双刃剑 知识必须用道德来 这个约束 用智慧来指引 不要把它用错 这个你看同样是 说这知识双刃剑 我们看一篇托福满分饭文结尾段 这是一篇托福作文 在托福写作拿到30分满分 表达类似话题也写得不错 咱们可以看看 语言上写得确实不错 As Sir Francis Bacon once pointed out knowledge is power 上来引述名言了 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爵士 我们说名字前面加 Sir是爵士 三次就说了 曾经指出的 这个s呢 跟本文中一样 还是一个非现代性对于从具 对吧 因为s呢 关系代词 在定义从具里面充当 porn out的编语 指出什么呢 少编语吧 然后s呢 还是修饰整个注句 知识就是力量 不正是培根指出的话吗 短句子 我们来个长句子 Power can be used for good or evil and since the genie that brings a new knowledge is already out of the bottle we must learn to direct the use of the resultant power rather than curse the genie and try or try to confine him 力量可以用在上恶两个方面 你看上恶又出现 good evil两个病例的不可处名色了 对不对 好 并且因为呢 那个带来新知识的精灵 已然到了瓶子外边来了 咱们一看 这还用了典故了 阿拉伯神话故事 瓶中精灵那个典故 写得不错 我们必须学会呢 指引这个带来结果的力量的使用 而不是诅咒这个精灵 或者适出把他关到瓶子里面去 语言上写的也是相当棒 对吧 长短句结合 而且句式 语法 词汇用的都特别准确到位 而且负语变化 没有重复 对吧 用了非现代性的语从句 对吧 这儿引了名言 用了典故 用了暗喻的修辞 把知识比喻成精灵带来的新事物 写得相当好 但是这里面深度呢 比我们二十二课就差一些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分不息 我们说要有深度 必须分析 本文中二十二课 是不是把人的本性分类了 得出知识是双人间的根源 是什么呢 人的本性发展不均衡 但这篇文章明显从深度就差一些了 所以我们要写 Jerry Gmat这种写作 建议大家多看个第四册 因为我们托夫雅思 语言要写得漂亮 但是直而易文章 要求逻辑写出有深度 当然我们写的有深度的文章 在托夫考试一定是高分了 他不可能写的有深度 扣你一分 只会给老师留下更好的印象 所以直而易写作 向下坚弱 有这么一个特征 但是这个语言确实也值得我们借钱 写得不错 好 再回到文中 我们说了 It is now being used indifferently for both 他说它就是知识了 现在正在被我们满不在乎的 在两个方面同时使用 indifferently就是满不在乎的 看这个下面一句话 这举了个例子 举例证明知识是一种双人间 你看这举的什么例子 很多东西写作文举例子呢 就像举一些历史真实事件 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完全可以举这种例子 什么例子 叫hypothetical examples 就是假设的例子 Not necessarily real examples 不一定非得取真实的例子 你看这个作者 取的就是一个假设的例子 你看他怎么说 他说 Could any spectacle for instance be more grimly whimsical than that of gamers using signs to shed a man's bodies while close at hand surgent used it to restore them 他说难道有任何的情景 比方说 比下面这个情景更可怕 更怪异吗 这个前面spectacle 后面这个that 只带就是这个spectacle 当然这个恐怖的 可怕的grimly是书面语了 那么怪异的怪弹的 生死中讲过 就whimsical 就是这么一个 既可怕又怪弹 比什么呢 比炮兵的那个 炮兵的哪个 炮兵的情景 因为情景 spectacle不能跟炮兵这个人比 所以必须加一个 that of这个结构 这点我们在前面20个月说过 对吧 我的头发比你长 这个英语中不能这么说 我的这种说 我的头发比你的头发长 注意别让一下这个 that of这个打飞 它就代替前面的spectacle 炮兵这个情景 什么炮兵呢 这个后面 这个黄颜色的是 使用科学 把人体打碎的这个炮兵 while 并连连连 随着并连的句 而怎么样呢 close at hand 尽在直时之处 surgeons use it to restore them 这个it use 往前找呗 前面不是using science吗 在这还是使用科学 外科医生在使用科学 将人体恢复原状 这个句子里面 用的也非常漂亮 用了一个修词一问句 答在问中 什么叫修词一问句 怎么会说 就是让读者一看 哎呀 真实问得好啊 确实既可怕又怪弹 对不对 而且这里面 增强了对比的效果 这个例子 比真实例子 一点也不迅速 这就是hypothetical examples 所以考试写作曲例子 完全可以去假设的 未必非得去真人真事 这个我们下面再看看一些 里面那些词法的细节 比如首先这个spectacle spectacle在这表示 an impressive sight 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这么一个情景 叫spectacle 类似于sight 但语气更重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景 比如说 the carnival parade was a magnificent spectacle carnival就狂欢节了 这个狂欢节 这个游行的队伍 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情景 magnificent 就壮观的 宏伟的壮观的情景 所以这个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的一个情景 这个大家复习 我们以前曾经说过 这个spect spect spect 或者spect 都可以表示 看 有的时候变成spic 怎么说 跟看相关 情景是我们用眼睛 去看的东西吗 对吧 这个用的对 我们再复习一下 比如说spectacles 复述 spectacles 表示人的眼镜 就glasses 对吧 还有spectator 我们在第六个讲过 表示看体育比赛的观众 他用眼睛来看 对吧 还有像inspect 这叫检查 就往里边看看 是不是藏东西了 动词inspect 还有introspect 叫反省或字形 intro表示inward 往里边看 往里边看叫反省嘛 这是动词读成introspect 还有一个retrospect 大家复习 我们讲过 这个词既可以当动词 也看到名词 叫回首往事 这个retro表示 往回扭身的意思 turn around 扭回身看 叫回首往事 我们经常用名词 在前面加记着in in retrospect 所说固定搭配 就表示回首往事 就好了 还有名词prospect 叫前程 前景 展望 pro是向前 往前看 前景 前程展望 经常用复述prospect 某方面的前景 还有呢 我们说circumpect 就是形容词 表示谨慎的 还记得吗 circum这字头 表示圆圈 往周围一圈 看一看 不是很小心谨慎吗 看一圈之后再做事 这是跟看相关是复习 好 回到剧中 他说难道任何情景比方说 比下面的情景更可怕 更怪淡吗 什么情景呢 就炮兵 Ganner 我们说了 这个别翻译错 Ganner不是枪手 是炮手 因为如果枪手 尤其是赤枪那些碎饭 我们一般叫Gammon Gammon 而这个炮兵 咱们叫Ganner 把这分开 这个炮兵的使用科学 把人体打碎了 而while 近在直尺之处 外科医生再用它 就用科学吧 再用它 把人体复原 还有任何情景比它更可怕 更怪淡吗 行回答 不用回答了 为什么 这个答案已经藏在问局里面了 这种问题再回答成傻猫了 这个我们说过 在三册中就多次出现过 叫做Retroquestion 修辞一问句 修辞一问句 修辞一问句有什么特征呢 就答在问中 这时候呢 它不是陈述句 却语气比陈述句更重 而且呢 它可以引人深思 我们修辞一问句 一般多用在这个文章 或者段落末尾 或者接近末尾的地方 你看在本文中 就是文章接近末尾 出现这部分句子 它有什么效果呢 使读者读完文章 或读完段落之后 眼眷深思 激起你的思考 哎呀 问得好啊 这个知识的的确确 是双刃剑呢 对不对 它掩人深思 而且还避免了 陈述句那种说教的语气 引起 如中引起读者反感 你记住啊 这最可怕最可难 读者 你怎么知道 最可怕最可难呢 有这么个小伙 咱们看几个例子 Who among us has not dreamed of that 我们之中有谁 没有梦想过那件事呢 这甭回答了 有谁 请统计一下 用不着统计了 言下之意是 我们大家都梦想过那个事 对吧 这种答在问中 再比如说 What is the use of our studying grammar If we can put grammatical rules into practice 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语法规则 运用到现实之中去的话 我们学习语法还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 请回答 甭回答了 言下之意是 如果不能运用到现实之中去的话 语法不就白学了吗 这个用法 这个在西风颂 雪来的诗中就出了 Oh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都来了 春天还会圆吗 还愿吗会回答 不用回答了 冬天都来了 春天想必就不圆了 对吧 这一般都是在文章 或断了末尾 或接近末尾的地方 咱们再看看三册 二十七个 也是在最后一句话 的末尾出现这么一个 三册二十七个 这不买也不卖 最后一句话出现 修斯文句 它说 We often speak of trends with contempt and put them in the same class as beggars But how many of us can honestly say That we have not felt a little envious of their simple way of life and the freedom from care 最后一句话 来了个修斯文句 它说 我们经常 这个鄙夷的谈到流浪汉 并且把他们 跟乞丐归到同一类 这个tram就流浪汉的意思 但是我们之中 有多数人 可以诚恳的说 我们对他们这种 简单的生活方式 还有他们的无忧无虑 没有觉得一点羡慕呢 有多少人请举手统计 不用举手了 为什么 言下之意是我们大家 对他的这种无忧无虑 和简朴简单的生活方式 多多少少 都有些羡慕吧 对吧 就这么一个 这是修斯文句 这个我们在写作中 这是可以参考的 所以很多地方 值得怎么去写简 另外呢 本文中 其实还用到一种艺术手段 这个不光在文学 而在摄影和电影中用的也特别多 有一个法语词汇 叫做montage 是中文反映着蒙太奇 就是画面拼接剪辑 你看我们就几个画面拼到一块 拼这个大的画面 增强了对比的这个效果 我们看到这个句子 就好像头脑中反映出这么 两个画面拼在一块 画面左侧是炮兵开炮 咚咚咚咚 成匹士兵打碎了 画面右侧 就是把这肉块块拉回来之后 外科医生再把他们救活了 这就是montage 画面拼接 泡兵左侧在画面左侧泡兵把人打碎了 外科医生在后方把人 肉块和缝那块再救活了 到前线再打碎了 后方又救活了 到前线又打碎了 后方又救活了 打碎了救活了 前方人变肉 后方肉变人 人变肉 肉变人 人变肉 肉变人 人变肉 肉变人 这既可怕又怪的 他把知识是双腱这个 这个东西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个我们发现这个例子 不需要一点历史知识 只需要常识和逻辑 而效果却特别好 所以例子不一定 非得举真实时间 你看本文中 举的假设例子 而且用到了一个特殊的修识文句 还用到了蒙台琪画面拼接剪辑 效果非常好 这些小的细节 值得咱们去摸吧 好 看最后一句话 他说 他说 他说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问我们自己 我们what引导到句末 当然是做ask 他的编语从句嘛 问什么呢 什么将会发生 如果什么 if从句 一直到句末 这写题字 当然是 这个编语从句内部 迁套的一个条件状语从句 如果这种的知识的双重使用 就在上个两个方面 二fold是两倍的双重 还记得吗 在第四个讲过 fourfold四倍的 tenfold十倍的 这fold表示倍数 双倍的使用 然后 we see the ever increasing power 是插入结构 伴随着知识的 不断增长的力量 继续下进化 那么什么将会发生 这是这个句的 语法成功的分析 这里边只需要有一个 咱们注意一下 就是后面那个ever ever加doing 表示不断的 不停的 总是永远 怎么怎么 你看 不断增长的力量 咱们可以这么说 多看几个例子 the ever changing world 不断变化的世界 the ever growing knowledge 不断增加的知识 the ever developing economy 不断发展的经济 the ever expanding market 不断拓张的市场 the ever deepening reform 不断深化的改革 the ever dwindling resources dwindle 动词原型是dwindle 指去掉e叫ing 变成doing这个形式 不断缩减的资源 dwindle叫慢慢变少的意思 这个ever 跟doing大腿 表示不断什么什么的 这个在我们三册的38课 也是讲过 老知识复习 好 22课 知识和进步 不光是里面的文字 剧情值得咱们参考 借鉴学习模仿背诵 而且里面好多好的思想 比我们经常说知识双见 为什么是双见 咱们以后写文章 也更容易出深度 好 22课 知识和进步 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